雷射燈光搭上磅礡音樂 台灣燈會主燈鳳凰來移 電力滿載試燈 湧入民眾搶先看 除了主燈 台灣燈會必看的是 這一尊八米高的布袋系人偶 在早上看來 只是普通人偶 但如果是晚上 他看起來像這樣 八米布袋系花燈 一邊是速緩著 對戰的是羅喉 五下五下還會動 把布袋系放大 搬到燈會現場 成了亮點 也是上燈第一站 但燈會攻略第二點是這裡 看看我左手邊這一艘法船 高將近兩層樓高 而上面每一個平台樓閣的雕花 都沒有馬虎 21個宗教廟宇 有十字架還有媽祖婆 呼應的是雲林宮廟密度 全台之冠 不過要爽花燈 晚上看熱鬧 要看門道 可要白天來 驚恐表情能看出這一尊 其實是一尊關公麻 吶喊的臉 加上關公的身體 這可要早上來看 你才能看出這個特別的點 驚聲尖叫臉龐 Crossover 關公半相 號稱白天就可以上燈 原因是花燈的布面秀工很鮮豔 不用等晚上點燈就很美 白天來看不忍己人 才能欣賞做工細節 晚上來看五彩繽紛 臺灣燈會在雲林預計 蜥蜴千萬人潮 帶動80億商機 開幕再集 也將市營運三天 現炒熱人氣 這位黃昌 李鵬章 SR素 雲林報老 雲林報老 鼾